文章来源 中时新闻网 文章来源 中时新闻网 文章的视频发布不到半小时 点阅已破1.6万次 有其他网友留言 船上灯火第二次恢复 很可能是紧急照明 美国广播公司稍早报道 惨剧发生前 大雷号紧急向马里兰州交通当局发出呼救讯号 船只离港后失去动力 人员无法操控船只 很可能会撞上大脚 不久之后 惨剧不幸成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6日报道 当时船只由饮水人操控 两名饮水人都是在地人士 由当地熟悉水域的专业人士从事饮水工作 引导船只入港出港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诸如这起撞桥惨剧的状况发生 大雷号登记的国家新加坡 也由海市及港务管理局 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宣布将调查这起事故 根据航运资讯系统 Equisis 大雷号自2015年起造以来已接受27次检查 有两次缺陷记录 一次是2016年11月 在比利士安特魏普流下 记录显示船身有动 船体损坏 影响试航性 结构状况 引发缺陷 另一次是2023年6月 智利圣安东尼奥 San Antonio 当局对大雷号的推进机械 与其测量仪表 温度计等辅助机械 认定存有缺陷 巴尔迪摩港务局说 大雷号2016年 曾涉及比利士安特魏普港异庄事件 大雷号上一次受检 是2023年9月9日 当时美国海岸防卫队在纽约市检查结果 显示没有发现任何缺陷 稍早 巴尔迪摩消防当局表示 恐有7辆车 约20人落水